朋友你好,今天是2021年10月28日,欢迎回到随便记忆频道 说这湖北黄岗,有网友爆料称啊 当地巴河镇长征村发生一起纵火案 当地一老人在家举办七十大寿时 同村村民因为与其结怨成进餐之时 将装有汽油的容器点燃后扔进了人群 造成多人伤亡 现场有视频显示,事发地呢,二楼两扇窗户被熏黑 里面仍有烟冒出,一楼大厅内浑身躯黑的人走出来 现场是相当的惨烈 而事件呢,是发生于10月1日中午10点左右 当天村民陈某岩在家举办七十寿大 纵火嫌犯名叫陈某林,两人曾先后担任村支术 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是由来已久 当地官方呢,没有发布正式的通报 从目前新闻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 嫌疑人陈某林为报复他人 在人员密集场所纵火 有关行为构成了纵火罪 当然,本案中 嫌疑人陈某林已与被害人陈某岩之间有矛盾 因而呢,趁被害人举办受礼的时候 实施犯罪行为,也有可能构成故意罪或者是故意伤害罪 不过呢,司法实践中就纵火罪与故意罪 故意伤害罪的界限而言 通常来说,如果行为人以纵火为手段杀害或者是伤害特定的人 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只能构成故意罪或者是故意伤害罪 如果行为人虽以放火为手段杀伤特定的人 但同时呢,可能造成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应以放火罪论处 这样看来的话 本案中虽然嫌疑人陈某林是为了报复被害人陈某岩 但客观上,实施的纵火放火行为已经威胁到了现场参加受礼的相关人员 属于危害公共安全行为 因而呢,其行为评价为纵火罪更为实宜 从量刑的角度来看 根据中国刑法相关规定 犯放火罪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与其徒刑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实际上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放火行为没有造成任何的实际损害后果 二是放火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实际损害后果但并不严重 并且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能根据本条的法定刑处罚 只有当放火行为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者是公司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时才能根据本法第115条的法定刑处罚 在家举办七十大寿 宴请的大部分都是当地的村民和一些亲朋好友们 当时演戏呢摆了十桌 总共约有80多位边客 大家全都聚集在陈某言的房子里 人员密度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人群中投掷点燃的汽油物体 其惨状令人不寒而泪 那陈某林为什么要在老知书的七十大寿九席上纵火呢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报复 为了报复 伤及了无辜 还把灾难带给了本村的村民 据了解呢 这陈某林也是一位离任的村支书 两位村支书结怨 早在2007年 这位陈某林还在任期间 而陈某言呢 已经卸任了 尽管不在职 但他对村里的事情据说还是很上心的 更对现任村支书颇有威严 甚至呢 还在网上公开举报过 并列举了陈某林破坏耕地等其他的事宜 从此双方就结下了梁子 陈某林因此怀恨在心 而且这种积怨随着时间的流逝 却是越积越善 甚至呢 他还总想着要找个机会进行报复 陈某林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抱着一箭之仇 而陈某言呢 早将往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根本对他就不设防 没成想 14年后的10月1日 当陈某言兴高采烈的大半寿宴之时呢 陈某林断食大喜过望 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带进了酒席中 最终因为陈某林丧心病狂的行为 酿成了一场触目惊性的悲剧 目前陈某林被抓 具体伤亡情况官方还未公布 出身农村的朋友应该都有切身的体会 说这农村人挺矛盾 平常的时候啊 村民都蛮好的 无话不说 家常里短红白喜事 大家都会相互帮忙 但是一旦有冲突的时候 很多人就特别的斤斤计较 毫不相让 损人立己 司空见惯 甚至损人不立己 也在所不惜 争斗起来 特别的凶狠 完全不计后果 跟平时换了一个人一样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 叫底层轮线 简而言之 就是如果你伸出底层 就很容易陷入一种互害模式中 大家你才我 我才你 由于把大人的精力用来伤害对方 没有精力去提升 谁都没有办法逃离 最后集体陷入一种轮线之中 这样的场景和冲突呢 在落后愚昧不发达的地区经常发生 底层互害现象广泛存在 比如说一起端监狱的罪犯 如果预警支持某一个人负责秩序 那这个人就成了横行牢中的欲罢 再比如说身边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领导之类的 或者是个别的城管保安监督员等等 哪怕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权利 就展现出一副爆发户的派头 他们执行任务时对同阶层的蔑视 更像是欠了他八辈子的钱一样 底层互害不单中国有 国外也是屡见不鲜 比如宽丁的被解救的江哥 就讲了黑人奴隶被迫害的故事 而里面迫害黑人最严重用鞭子抽打黑人 最凶狠的不是庄园主 而是那个黑人老管家 他和奴隶们一样都是黑人 那残害自己同胞最凶狠的就是他 底层互害这种人性之恶 其实也是动物本性 喜欢看动物世界的人都知道一点 群居动物中 当某一只动物在伙伴们的帮助下登位以后 总是时不时的就敲打一下下属 底层互害的特征呢 就是对强者和上级产妹 卑躬屈膝言听计从 对同阶层甚至稍不如自己的同类下狠手 用这种方式呢 来发泄满足出人头地 高人一等的人性渴求 在同阶层的群体里找到自豪感与尊容 底层互害是动物界包括人类原始意识的产物 有点权力就翘尾巴 是人类底层社会得到或实现一种 上了一个台阶的情绪化反应 不是某个人的问题 是社会集体素质问题 也是权力与贫富差距的问题 那咱们该如何减少 甚至避免底层互害呢 第一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穷山恶水出刁民 苍脸时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必须尽快减小贫富差距 人们就会逐渐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 底层互害现象也会大为减少 第二要解决权力运用的问题 把制度见识的完善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 权力就逐渐变成了责任 所谓的责任就是服务 以权欺人的现象才会越来越少 第三就是加强自我修养 上层社会人等人 中层社会人比人 下层社会人才人 这是当今社会的生动写着 一个人的修养呢 往往是他对待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时 体现出来的 内心浩瀚 虚怀弱骨的人 不会从弱者身上找存在感 因为他们不需要靠欺凌他人 来彰显自己的高人一等 在人之上把别人当人 在人之下呢 把自己当人 这样人与人之间才不再是仇价 而是相互的尊重 相互的欣赏 人生时苦唯有自度 但其实人生越苦 越需要我们互相帮扶着才能度过 好吧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